白俄罗斯国家边防委员会发布消息称 当地时间4号中午 乌克兰一架米巴军用直升机 在演习期间穿越白俄罗斯边境 白乌边境新鲁德尼亚口岸的边防小队 发现乌克兰方面违反白俄罗斯共和国空域 白俄罗斯边防委员会发布消息称 据了解乌克兰米巴军用直升机 在高度大约100米处穿越国家边境 并进入白俄罗斯境内将近1000米 白方已经向乌克兰方面通报该事件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三号说 不排除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境内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 不过他表示暂时没有看到白俄罗斯军队 准备对乌采取军事行动 也没有看到白俄罗斯领导人 可能允许俄罗斯利用自己的领土来组织入侵